這一類車子呢 其實在中古車上 他們也處理得非常多 也常經手嘛 有些車你剛出買的時候 覺得車價有省到 可是後勤的維修可能省不到 是不是真的這樣 對啊 像其實我經驗 有蠻多這種這種例子 像我經驗裡面 其實來到二手車 其實不太一定 那二手車的話 CX3的話 我自己賣起來的經驗 是比CHR數量稍微多一點 在我自身的經驗 那我覺得像一台車也很特別 我賣很多這個Suzuki的XS4 對啊 你之前好像 很多人會跑去買 我很喜歡這台車嘛 因為說二十幾萬 可以買到六個安全氣囊 我就很推這個車 結果一次 我想Suzuki應該修理 應該還OK吧 便宜吧 對 然後結果一修 那一支避震器起來 要大概五千塊左右 我有一點驚訝到 因為五千塊的一個避震器 已經差不多 可以買五支 歐洲鏡頭車的價格了 對 已經是歐洲鏡頭車 如果要國產的話 一支一千耶 這是五千 國產大概 對 兩千塊左右 如果Entry Level 兩三千塊也是可以買得到 所以高了將近一倍的價格 所以那時候我心有揪了一下 因為那個 我們裡面員工檢查說 小思哥這個兩個 前面兩個避震器要換 我說那Suzuki嘛 就把它換掉就好啦 沒什麼好講 還停留在Solio的時代 對 還停留在Solio的時代 一支一千 收到帳單 哇 兩支一萬多是怎麼樣 含工錢一萬多塊 所以我又覺得說其實有時候 可能不是只能認廠牌 我不是只看品牌 對 我們還要看 剛剛這個尼克跟乃哥講的 你還要注意這個市面上的數量 多不多 還有它的零件的取得的價格的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再去做一下功課 對 因為我們剛剛就一開始 就講馬自達了嘛 因為以前其實馬自達跟現在真的不一樣 當然造車工藝不一樣 現在也進化非常的多 但是再怎麼樣掛上了進口 好像這件事情就會讓它在 你後勤維修上會有一些小負擔 是這樣嗎 兩千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講到馬自達 其實馬自達其實也有分 雖然你說一一年之前 就是還是有代工 就國產化的 其實當時的馬自達 它有一部分譬如說馬3 當時的馬5是國產的 可是其實它有一些車型 那時候同樣07年的時候 有出一個馬自達3 然後是Wagon的車型 就是五門的車型 它那個車型 小師哥也有賣過 我也有賣過 它那個車子的板金零件 就跟原來一般四門的東西 是不通用的 所以變成說它的價格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當時我們在買的時候想說 應該馬自達的後燈 應該沒有多少錢 後來那個尾燈 那個發霉裡面糊掉 好像一個賭計的那時候 價格好像三五千塊一顆 就不便宜 非常不便宜那個後尾燈的價錢 跟我們國產的四門馬3 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還有一個像馬自達2 馬拉那車小小台的 想說應該不會很貴 買來代步 像Yaris一樣 應該很好養 其實馬自達2 它也是原裝進口的 那這邊還要提到一個車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 就是福特 其實Fiesta 其實當時在上市的時候 其實大概2010年的時候 有從德國原裝進口一批 它是1.4 然後配上四速的變速箱 它跟我們後來國產化的1.6 配Powership的變速箱 是不一樣的 那它的零件其實就跟 國產化的價錢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一問 講說應該是Fiesta 1.4的 應該後面會通用 對 結果他們其實沒有的 然後價格的部分來講 當然是它說它是進口的 所以譬如說容易缺料 或是等料的狀況 是都會遇到的 那這個部分就要特別留意 雖然它的品牌 你會覺得這國產品牌 可是這時候你就要特別留意說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對 認品牌這件事不靠譜 因為大家以為品牌 這個品牌怎麼樣聽 都是可靠品牌 所以後面我也說 大概不用花什麼成本 有沒有太有壓力